的话就会查视力碾压 然后打电了验光 这边先验光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检查 因为我们既然是在角膜上做手术的话 这两套仪器都是常查角膜上的数据 第一个角膜的曲率厚度形态 包括瞳孔直径 包括我们要做率飞很关键的一台数据 这个设备好像很少见 这个叫什么 角膜定应图 综合分析仪 综合分析仪 对这是一个眼前叠的一个分析仪 都是为了分析角膜上的数据 对一个仪器有很多项检查 不是说我就这样拍一个图就够了 它会查很多数据 综合的一个检查 它里面有很多项目 只是说这台仪器它都可以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做率飞的话 就是靠这台仪器 就是这个仪器查完之后 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做率飞 只要看这台仪器 因为它是整个的角膜的前表面的 一些形态的一图 必须通过这仪器来检查 选图然后匹配 符合条件了才可以做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然后一般像这边检查做完了之后 我们医生回来看一下这个眼睛 这个人的眼睛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是在角膜上走出 首先角膜是不是光滑透明的 是不是正常的 有明确异常的情况 然后再进行散瞳 验光眼底检查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手术 眼底要正常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相机的胶卷 这个底片是不能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 可能首先第一 它不能手术 第二效果不好 所以说这是一系列流程 大概十几项检查下来 最少是需要一个小时时间 重视频 一切都要不允许 是要不允许